我觉得大家都很兴奋,就是我们现在要艺术住村了 然后现在我们的定点也来,早 早早早 石定之音USR计划以位于石定老街的百年石头屋为艺术造镇基地 以环境美学,生活美学为出发点 力求保留其外观历史风貌,吊脚楼,不见天街等建筑特色 2023年开始,通过华汀大学古建筑修复技术、旧建筑活化等课程 进行老屋翻修与环境再造 这是教育部的大学社会社会计划 USR,我们在这里是想有几个目标 第一个希望整理这个石头屋,还有这个老房子的工作 百年石头屋原为林恒春中药铺 建造于1906年 百年石头屋原为林恒春中药 哇 土下好深哦 土下有入口是吗 对啊 你看这里有一条 石定过去是台湾重要的茶叶集散地之一 因为受制于崎岖复杂的山岳地形 经济发展以农业为主 工商业并不发达 后来由于铁公路开辟 石定日渐没落 荣景不在 如今只是一座山间小村庄 后院时级而上的后花园 爬满青苔 唯有大厅摆设的中药柜等先人遗留器物 一室独立 见证百年老屋昔日繁华 幸运的是 吊脚楼不见天阶这样的独特建筑景观 被保留下来 夏日漫步在石定老阶真的还蛮有险的 而且如果是大太阳下的话 不见天阶就特别舒服 因为它晒不到太阳 然后左右又很通风 还有淋淋冒茶 在这里也出产茶 石定家出产包种茶 都包美人 因为地小人酬 然后大家用到这个河岸的空间 对 这个房子里面大家共同留在这个道路 这个道路后来变成公有地了 变成公共道路 在公共道路就变成都市计划框住之后呢 如果你真的要想要盖房子 你得要放弃这部分的使用 你得要这样子盖房 那损失很大 所以很多人几乎用了这些空间都在网上加 在网上加 那我们的这个以前共同留宿的空道 现在变成台湾唯一一个无限间接的 这几乎都市计划里面没有这样的特色 他们民意和建筑的吊脚楼 在建筑堂之前就有 哦 所以现在的建筑法是不允许有吊脚楼的吗 不是 那和团地是不可以有 行占和水利地 这些建筑物就变成 这边是公有地 这边小的地没办法干 他只要要申请说把建筑 他只要退到这个墙来干 他等于是建筑物 就要搭那个地方 要退到 哦 所以等于要他们居民放置原有的这个居住空间 是 不容易的 原则上这里应该是 把它视为台湾都市计划的一个特殊案例 把这个特殊风貌倒下来的话 把它变成历史风貌特定专用去 几乎 重新再检讨通工安全消防安全 这个东西是不可能存在的 所以它得要有一个新的都市计划来解决的控制 所以老师就是如果说我们能提出特别的案例的话 就是法律法规可以适当做调整是吗 那消防安全 它可以有一套有别于一般建筑物的消防系统 像日本的河掌村 它就有公共的消防栓 它的污水系统也需要重新做整理 那顶楼加建的这个部分也会是一个 角楼 等于他们家的结构体的柱子都落到河川地里面 所以在申请新建筑物的话是不可能的 可是它大水再怎么大也不会淹到这建筑物的高度 所以基本上它这个河川的断面是够的 只是说道路到河川中间的这个小的空间 就是他们家的地方 你看这个原来的旧房里就只有两天楼 然后面呢 又再搭了一天楼 又再往里头再加 所以这个变成一个很大的违章聚落 可是它升级过多 那个家风都不太一样 所以就是说如果如果是要申请重新发售的话 前面这一段就都要拆掉是吗 就这一块 我们希望它合法化 希望它合法化 如果是历史风貌特定专用区 这个部分就可以保留下来 那顶楼加建的部分看你怎么样适度的退缩 然后不要影响这种品种风貌 有没有机会让它合法化 然后把一些我们的那个空调室外机 然后水槽 还有水槽等等 这个一次把它做化作解决 那可以利用它顶楼退缩的一些工具 变更都市计划在台湾就是很漫长的过程 需要由下而上鸣居共事 然后我政府部门在来检讨 这个都市计划变更的相关法律 还有配套缩制 如果是这样子整理后 像那样子的建筑物一面 我们就可以把那个空调机拿掉 之后呢 它的那个漂亮美丽的 桥面就可以露出来了是吗 都有某种光复出奇的时代工作 目前的计划是希望先透过石头屋 当作一个沟通的平台 新有石头屋的整理也换取居民的 对这里的集体共识 慢慢说服 然后一场一场居民会的 居民会举办明律共识之后 再把大家提出来的 以这个主轴的想法再做一些修正法 然后给这里所有都市计划区 一些著名的共识 然后再来进入图书以后 点击 嗯 然后给它 这些希望的 我们把它是修好 拿到它断了 它就会直接 大家把它脱离了 我们直接把它剃除一下 这个小区的牙刷 生命 不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体 更是一种具有内在活力的思想 不断寻找一种理想的价值认知 这种内在动力 应该是动而欲出 不可抑制 积极进取 石座两个人在看这边的工程进展 其实非常大 那边有石头屋的特色 然后最重要的是现在的米板 就是米米板 可以比较扎实地踩在上面 不会担心有安全的问题 石座起来会不会觉得比较困难 还可以接受的范围 不会觉得有趣的范围 哦 怎么有趣 刮它很有成就感吧 哈哈 过去 这座石头屋的价值体现在中药铺 未来通过 实定之音USR计划 大学与社区合作 华饭新六亿 酌情工坊等艺术驻村 当这座沉睡已久的百年石头屋 焕发新的生命 未来不断完善 发展与延续 这将是回馈社区 最棒的礼物 我必须要适合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打算